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到一年后男主的母亲才半哄半骗逼男主和女人三散举办了婚事 盼望能继此逃脱厄运 而三散在还是个小秀娘时 就已经爱上了男主这位斯文俊朗的沈家少爷 却从不敢期望有一天真能成为他的妻子 直到美梦成真 三散仍然觉得难以置信 为了呵护这段来之不易的爱情 三散无论男主对他摆多少脸色 也总是对男主笑脸相迎 而男主也因为一直欣喜曼丽对三散矮搭不理 某天三散在收拾家中的时候意外发现了一把钥匙 并用这把钥匙打开了阁楼的门 在这里三散发现了一台尘封很久的收音机 不料三散刚刚进入了阁楼 这台收音机就自动播放起了曼丽 生前录给男主的定情广播剧 随即曼丽的鬼魂便出现在了三散面前 第二天曼丽便附在了三散的身上出现在了男主的面前 而男主也明显感觉到了曼丽 当天晚上就对三散的态度发生了一些改变 半夜曼丽的鬼魂找上了三散 她称希望三散帮助自己让男主忘了自己 因为男主的执念导致她一直无法转世投胎 作为回报她也会帮助三散去更加了解男主 而就在两个人达成共识后不久 曼丽也开始手把手的教三散怎么样讨得男主的欢心 一来二去三散越来越了解男主 男主也在这段过程中和三散的关系有所缓和 不再像曾经那样冷冰冰的 这让感觉到变化的三散十分开心 和曼丽的接触也越来越多 然而因为三散长时间与鬼魂接触 导致她的身体状况也变得越来越差 并且由于三散的纵容 家中的鬼魂也越来越多 甚至导致婆婆受到了惊吓 住进了医院 家里细心的佣人在过程中 发现了三散身上的伤痕 察觉到了女鬼的事情与她有关 而在佣人的口中 三散也听到了事情真实的真相 原来曼丽根本不是三散想象中的那么善良 她帮助三散 或许就是为了让三散的身体愈加虚弱 直到某一刻她能够附身且戒失还魂 这样她就可以和男主永生永世的在一起 当初在曼丽死亡的时候 男主将她的遗物搬进了家里 佣人就察觉到了不对劲 所以在那之后 佣人在家里放了一块福牌来镇宅 也因此家里面多年来一直闲而无视 不料某天三散在打扫卫生时擦掉了牌子上的符咒 这才导致女鬼能够趁虚而入 听完佣人的话 三散心神不宁 不知道怎么办了 佣人这时说服三散 让她将计就计 只当一切都不知道 并在随后佣人给了三散一张符咒 只是她趁曼丽不注意的时候 将符咒贴在曼丽附身的收音机上 之后三散回到了家 此时的曼丽也不再隐瞒自己的真实面目 她给出了两个选择 要么让自己带走男主 要么她附身于三散与男主生活下去 最后三散洋装选择了第二条路 并要求曼丽自己要和男主吃最后一顿饭 结果在这之后 三散就趁着曼丽不备 将符咒贴到收音机上 不料曼丽早有防备 一把抓住了三散的手腕 三散的计划也彻底败露 以失败而告终 画面一转男主由于迟迟见不到三散 在家中漫无目的地找三散 而当他找到三散的时候 三散已经变成了曼丽的模样 很明显此时三散已经被曼丽附身 男主看到曼丽来不及多想 因为此时此刻是他爱的人 就站在他的面前 男主十分欣喜 紧接着就带着曼丽来到了阁楼 向他展示了自己为他做的影片 正当两人观看影片的时候 用人大妈突然闯入 并且把一把法器插入到了曼丽的身体中 由于法器的作用 三散也恢复了一些意识 而为了防止曼丽再次出现伤害男主 三散毅然决然 在自己清醒的时候 用法器刺穿了自己的心脏 而由于这一变故 曼丽也不得不撤出三散的身体 变成了鬼魂的模样 出现在男主面前 并最终魂飞魄散了 男主看到这一幕也顿时知道了是怎样的一回事 在这之后 男主在三散的房间发现了一本日记 而在这本日记中 全部都记载着三散对男主的一往情深 男主看到后十分感动 并发觉自己 其实早已经在不知不觉间对三散动了真心 只不过现在已经为时已晚 画面再次一转回到了现实 原来这只是曼丽在做节目中讲的鬼故事 节目结束后 曼丽看到了男主寄来的求婚信 并欣喜地赶往了约定的路口 和男主幸福地在一起生活 好了 电影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